廉价的最后一天 今天来到台南花市晃一下 那今天呢 主要是来陪人家买兰花 不是我要买的 来看一下有什么市场的花 这种黑色的兰花 有没有 就偏黑色的兰花 这个兰花其实还蛮有趣的 之前我有种 后来得了那个黄叶病死掉了 其实这种深红色系列 或者是黑色系列 在夏天跟冬天的颜色会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这个颜色呢 目前是这个颜色 表示它是温室拿出来的 如果在夏天开 它绝对不是这种颜色 这个是蝴蝶兰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比较冷房的地方 它的颜色会累积 你就发现那颜色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红色跟深黑色这个颜色 之前还有那个夏天的时候 那个颜色整个退掉 所以你就发现 这种兰花还蛮有趣的 之前去田尾的时候 还有看到另外一个蝴蝶兰 它后面的颜色跟前面的颜色 长得不一样 那个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它拿到平地以后 开花 天气比较热 那颜色就退掉了 好 这个是黄色的 那你就知道蛮有趣的 那颜色会不太一样 好 我们来看其他的兰花 好 上面这个是橘色的 橘红色的 这个颜色真的比较少见一些 比较少看到橘色的颜色的蝴蝶兰 那这一次呢 今天是并没有很多的花了 因为我来的时候 我问一下老板 老板是说 因为今天是中秋廉假 原本预估 昨天因为不多人 所以原本 以为今天也不是很多人 就今天很多人 真的完全反过来 非常的有趣 那这种橘色的颜色 其实还蛮不多见的 我们通常比较常看到黄色 或者是深橘色 那这种淡橘色的颜色 反而是比较少见一些些 那蝴蝶兰的特性 其实这一类型的蝴蝶兰 它开花期没有这么久 如果你想要选那个 可以开的比较久的蝴蝶兰 我建议选那种 有那个花是有那种蜡植的花 像这种蜡植的花 会比较久一些些 蝴蝶兰也有分成那个 开比较短的跟开比较长的 蜡植花那一类型的 我都比较推荐 因为它可以放比较久 那紫植花这一类的 它就很快就凋谢了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 好你看看这个 这个很有趣 这个上次也有看到 这个其实我还蛮想买一个回去的 斑马系列 看就知道是斑马 但是它斑马跟外面的斑马 又长不太一样 这可能又是 不知道是哪一个个体做出来的 那斑马比较有名 还是超级斑马最有名 斑纹非常的明显 那这个就是比较 淡斑纹型的斑马系列 这个其实比较花季末了 基本上天气开始慢慢转凉 就不是这种兰花的花季了 因为这个比较偏夏天型的 蒸奇类的品种 等到了秋冬以后 它的花开花会慢慢的减少 这跟它原本的交配形态 是有关系的 那所以呢 这一类型的在夏天开 夏天开的蝴蝶岸 差不多已经慢慢慢慢到了尾声了 像现在应该还有一些 贝利娜或Vayashi之类的 原生种的这种蝴蝶岸在开 不过呢 大概到了大概10月 11月左右就会慢慢的结束 那现在已经是10月1号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一类型的蝴蝶岸慢慢的在减少 不过其他兰花开始在慢慢的出现了 好我们来看 还有什么兰花出现呢 好三纯磅的蝴蝶岸 这也是已经寂寞了 也比较不撑 所以如果你想要开久一点的话 这个也没有开很久 几乎蝶岸系列 这是三纯磅 三纯磅其实有很多个体 可以搜搜看 我发现有好几个个体 那我手上也是只有一个个体 那其实在市场上 可以看到两三种的三纯磅个体 而且长不太一样 那经过分身切以后 有可能再跑掉一些些 所以有可能长不一样 这个还蛮有趣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选选看 所以你可以选到有趣的个体 好OK 大概是这样子 最后这些 就是帮我妈买的花 好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最后 今年这一次的中秋年假 最后一天的战利品 就是这些 其实它蛮重的 十几颗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OK